儿童禁用菩提兰原因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 断食丸西安市第一医院 药剂科主人药师 首先需要纠正的是 不是禁用 是慎用 菩提兰消炎片 菩提兰消炎胶囊 菩提兰口服液 这些药它是具有清热解毒 抗炎消肿的作用 用于接种 腮腺炎 咽炎 扁桃体炎等等 在以前的说明书中 确实没有儿童方面的警示 曾经在儿科临床用的很多 一度还在不少家长心中 菩提兰几乎没有副作用 是孩子感冒咳嗽等 常见疾病的常备药 甚至错误的当成孩子的消炎药 止咳药 退烧药 结果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有的还很严重 2018年 国家药监局修改了这些药的说明书 对该药或者该药所含成分过敏的人禁用的 儿童应该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菩提兰这些药主要是由蒲公英 苦地丁 板栏根 黄芹 组成的 药性均属苦寒 儿童身体稚嫩 器官发育尚不成熟 随意使用过于苦寒之药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一定要在医师指导下 辨证论治 确属风热感冒 咽壶红肿 可以酌情考虑这些药 谨慎使用 并一定要做好监测